西蒙斯击败米切尔获得了最佳新秀 苦练群主奥拉迪多获得最快进步球员奖 实质名归 哥埃尔获得最佳防守球员奖 陆威再次获得最佳第六人 被猛龙解雇的凯西获得了最佳教练 终于轮到MVP的颁奖环节了 那么今年MVP是看数据 还是看球队战绩呢 还跑了两年的哈登一直很想知道答案 今年他带着65胜的联盟第一战绩 加上场均30.4分的得分王 来到了NBA年度颁奖典礼现场 在其他奖项一个个被领走之后 MVP的归属者在最后时刻公布 这一次 肖华终于念出了那个名字 James Harden 恭喜哈登 如愿以偿 获得MVP 这个时候 独美大喊一声登哥MVP 不知道能获得多少个赞吗 登哥也成为了NBA历史上 第四个赛季场均30加8加5切获得MVP的球员 其他三个是奥斯卡 罗伯特森 乔丹 以及威斯布鲁克 本赛季 哈登为火箭出战72场常规赛 场均得到30.4分 五次篮板8.8 注冠1.8抢断 生涯首度荣英联盟得分王 哈登在赛季中拿到60分加10板加11柱 获得联盟历史上第一个60分三双 同时也刷新了对史的分纪录 他设计265个3分 还名联盟第一位 大胡子是本赛季联盟的单打王 也是效率王 总得来说 虽然这个奖是最有分量的 但是其实也是没有悬念的奖项 本次翻个MVP候选人分别是哈登 詹姆斯 浓眉哥 浓眉的球队战据和个人数据都没有哈登好 估计他都没想过自己能获奖 詹姆斯甚至没有来领奖现场 你看 像独妹这么不懂球的 都敢在昨天就说哈登MVP了 值得一提的是 9年前的今天 哈登被雷霆选中 而9年后的今天 哈登在火箭城为MVP 安眉 又到了一年一度落雷管的环节了嘛 2007年选中杜兰特 2008年选中威少 2009年选中哈登 连续三年选中MVP 这个选秀眼光历史独一荡 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 雷霆成为NBA历史首支 连续三年选中未来MVP的球队 我们的特派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一下雷霆的管理层 YFIT NewsK请问连续三年选中MVP 你自己觉得是个什么水平 有什么想说的吗 雷管 MMP MMP 以后 曾经的雷霆三少出门聚个会 都可以把自己的奖杯带上 如果找不到话说 就可以用这句话打开话匣子 咦 你也有奖杯啊 我也有啊 这么巧的嘛 就是不知道登哥的奖杯会不会比别人更特殊一点 在登哥拿到MVP的那一刻 他假装奖杯很沉重 但其实也真的很重 这个MVP证明了他 承载了九年来的汗水和付出 有个小小的细节 在登哥举起MVP的那一刻 他妈妈偷偷摸了一下 很萌很细微的一个动作 但把他内心的喜悦和骄傲表现得淋漓尽致 能让妈妈骄傲这么一下 什么都值了 那个曾经给他写小纸条的男孩 靠自己的努力 把梦想带进现实 把美好的生活带给他的家人 他当的获奖感言很简单 但也很酷 他说 我不想哭 但是妈妈是我的支柱 无论是好的时候 还是糟糕的时候 我们只会活一次 我很开心 她是我的妈妈 我不要其他的 真的 真的 从最佳第六人到MVP 如果你有梦想的话 那就大胆去追 对 我们下赛季见 是的 拿到了MVP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总冠军 总决赛MVP 如果有梦 哈登就会去追 下赛季让我们再一起看MVP追逐他的梦想吧 95.27%总球的老司机 都在今日投桥看篮球有毒 你害怕 我 那什么时候 我会是你的 我讨论